也来关心无国鱼是台湾重要的内外销水产品 而中国无国鱼必须专案申请获准才能进口 却有不肖业者以其他冷冻鱼片 或是其他冷冻鱼类走私来台 被眼尖的海关验货员发现 一共拦下了三十四顿 官务署高雄官表示 必须专案申请获准才能进口 而业者已经涉及虚报豁明 将依违反海关砌丝条例及承治走私条例 韩颂法办